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我们从刚刚的动作就可以得到 OK,这个统计图表 那最后当然你会发现 原来的资料一样在工作表的右边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OK,那这个地方 我可以把这个工作表名称改一下吧 也许叫各区好了 OK,你就把那个名称稍微改一下 OK,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改一下我的需求 我要统计说呢 哪一条路上面的切带键最多 那我想要列出前十大的 这个治安最差的 这个切带键最多的那个 这个前十条道路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啦 当然我的需求是需要有路 所以呢 我们前面有一个前置作业 就是一定要产生这个栏位 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栏位的话 那我后面的动作 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因为根本做不到 OK,你不可能说直接把这个栏位丢给它 因为这个栏位输了分析表 它没有办法自动那么聪明 自动帮你抓到你要的 那个资料在哪里 所以你变成你要先做前置作业 也就是说不管你做任何的大数据分析之前 你一定要先做资料处理啦 OK,那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用工具都没问题 但是呢 前置的资料处理就是出问题 而且很花时间 那当然呢 如果你不会用前面讲的那个函数来完成 那当然你可以用土把链钢啦 不过土把链钢就很耗时 像这边有3000多笔资料 如果你用人工一个一个的把这边 什么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话 我看呢 你复制贴上一整天 可能都不见得可以全部做完 但是你如果用函数来做成公式 大概顶多 我想应该不超过三分钟吧 事情就解决了 另外当然 未来如果说你要效率更高 甚至你可以结合像聚集录制 跟VBA 那会更快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一个按钮按下去 很多图报表就自动产生了 不过那当然就后续的 所以有第一个栏位有了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插入什么 来书纽分析表 所以呢 其实标准的SOP都固定了 一产生栏位 二的话呢 就是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按下书纽 插入书纽分析表 OK 然后再来按确定 它一样会在我们的这个资料的前面工作表 帮你新增一个空白的一个工作表 然后再来我要统计的名称是所谓的路阶道 所以把路阶道拖拉过来 这个时候它会帮我把所有的标签都列出来 那你会发现 Ctrl向下 当然里面好像也有错误的资料 这个是因为它本来的这个资料就有错误 所以会产生错误 总共的话到503 503 那因为它前面3 所以大概500 500条道路 然后呢 我们要统计它的数量 所以数量一样嘛 你就把路阶道拖拉到值 OK 然后最后的话按照什么 按照那个排序 排序的话 一样把资料 游标放在那个B4 然后按下 资料里面的Z到A OK 那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几条道路 切单键最多的 大概就这几条 OK 其实不太意外 不过比较意外应该是 看起来应该 凌申北应该是比较治安差的 可是为什么相对好像没有 中山北来得多 这可能还在了解一下 其他还有哪一些地方有路榜的 但蛮意外的 内湖路那边 治安为什么这么差 还有什么 新隆路不是在温山 也治安比较差 这个可能 新申北 它刚刚就在那个凌申北附近 OK 大概这几条道路 那可能还有原因就是说 那个道路可能也许是 相对它是比较长的 可能有一段二段三段 但因为我们这边是没有把 一个段 一段二段三段四段 有没有像那个 中山 中校中路 其实到七段 那当然我们没有特别去把它分 如果 假设你要深究 也许你可以再把那个道路分成几段 来看哪一个地方 几段的地方 切到按键最多 其实可以再继续往下 去追的 那不过最后的话还有个问题 它这边有五百条 五百个资料 可是我只要前十个的话 当然你将来可以用 复制贴过去 复制贴到别的地方再去做处理也OK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 从这个资料里面的列标签 它这个有个箭头 有个按钮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可以再让你做其他的动作 包含就是说 你假设要前十个的话 那在直筛选里面 就会有个前十项 也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除了说前十项之外 其他还有一些相关的条件 你可以下 那我如果前十项呢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当然不是说只有前十项 如果你要前五项 你就把这个数字改成五就可以了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 它就帮我只显示什么 只显示前面的这 这个比较自然比较差的 这十条道路 那如果最后我希望针对这十条道路 绘制出图表的话 那当然我是希望显示出它的数量 所以呢 再来一样切到那个 我们的这个图表里面 一样是枢纽分析表的分析 然后找到那个枢纽分析图 OK 那因为我要呈现的是数量的话 所以其实数量当然最直觉的 其实还是直条图啦 所以我们也许原则上我们用那个直条图 这个好了 然后呢 按确定 那一样呢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图稍微放大一点点 那各位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那当然最后上面这个标题名称啦 我想我就不特别改 你就再把它改成 比如说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 住宅窃到那个 这个路接到前十名 OK 然后呢 你 再来另外 我是觉得这个图另外还有几个地方可以再编 比如说像这边有个 这个东西 叫图粒 感觉放在这里有点怪怪的 因为多了这个东西 其实没什么用途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删 删除掉也很简单 你就是点它一下 按delete 它就去掉了 这样感觉就比较不会有怪怪的感觉 因为我习惯在上面不要有一些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改 这个等下自己改 然后把那个图粒去掉 那最后如果我要凸显就是说 那这个 中山北这一条路 它实际上自然是最差的 所以我希望把它的颜色跟别的颜色不一样 比如说其他都是蓝色 那我希望呢 只有中山北变成红色的话 那怎么怎么改 其实很简单 一 选取 点它一下 其实它全部选 二的话呢 再点它一下 其实概念跟那个 刚刚的那个圆形图蛮像的 我们刚刚是先点一下全部 第二点就是点 那个区块 这个是点这一条线 然后再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填满 理论上呢 你可以从这边有个格式 格式里面的话 有个色彩 图案填满 然后它预设好像是这个颜色 如果你要改成别的颜色 你可以再把它改成别的颜色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如果你要强调是这一条 的话 那你就一点 点这个长条一下 点两下的意思 点两下之后 然后呢 再到上方 找到有个叫做 图案填满 把它改成红色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强调 这个地方的治安是比较差的 OK 再把它点旁边 这样就相对清楚了 当然一样 如果你要把这个图 放到PPT里面 show的话 一样Ctrl-C,Ctrl-V 那你就有个图出现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 第 这个是 路接到 那就把这个上面 下面的名称 也给改一下 好 那这样子 这个部分很快就可以有个 枢纽分析图出现了 那最后的话 延伸性的一个 因为之前有同学 也想要知道一个问题说 老师我想要知道说 那个科P上任之后 到底住宅切到案件 是增加还是减少 那我要怎么知道呢 OK 其实这里面资料 里面呢 如果按照刚刚的逻辑 其实 第一个 你如果要知道说 到底治安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跟时间有点关系 所以第一个 待会也许你们可以先产生一个栏位 因为 你要根据 哪一个年度去做统计 所以你就增加一个年 年的栏位 OK 第二个的话呢 把年的资料 从那个什么 发生日期 因为发生日期的话是年月日 把他 资料 年的部分带到这边来 那不过呢 他的发生日期 他的格式其实不是正确的 因为理论上比较标准应该是 西元年 加月加日 中间加斜线 可是他实际上他是用民国年 而且这个是文字 他不影响 我们只需要怎么把 年的部分 带到这边来 那其实你就可以统计出来 那怎么知道越来越好还是越不好 其实你可以 产生年之后 再 把它做枢纽分析 各年的数量 之后的话呢 再画一个折线图 其实就一目了然哦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容易 如果你想要知道 到底这个资安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不好 其实 靠这个就很快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 入阶道 所以上个礼拜入阶道还是要有啦 然后再把它绘制出这个前十大的 治安切单件最多的 这个道路 然后把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请各位先试着也练习看看 因为像 这些东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会做啦 你会做熟悉其实 也就不用特别去记啦 因为这些其实都还蛮直觉的 主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功能在哪里 那所以你功能如果熟悉的话 很快就感觉就是 有点像左右逢源 或者是如鱼得水 反正你想要什么 脑筋一动 那马上就可以把资料稍微 稍微改一下 那也许 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因为其实如果说啦 今天最近我看那个 新闻报导都一直说啊 最近那个 台北市的治安量红灯 然后最近的治安案件频传 当然是不是真的 其实有的时候啊 还是可以从开放 因为这毕竟这资料是 基本上是不会骗人的 因为他有多少案件他就向上承报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资料里面的得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是透过自己去做一些分析的得到的结果 OK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哈 好